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 如果要講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平白字 白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100個法典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平白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復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70億 段股都不會區區只有10億種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那年的運情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未來2015年的新朝運動是怎樣 屬狗的朋友分別有1946、1958、1970、198、1994 和2006以納春後為準 2015年為月未年、牧羊園、屬土 太歲為楊仙大將軍 屬狗的朋友在2015年仍然太歲 運前認真麻麻 其實部分屬狗的朋友在2014年 年底就是11月和12月 運程已經開始急射 在2015年就要咬緊牙根 然後就這樣度過了 不過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每年十二新朝裡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而犯太歲有分形、蔥、直外 四種的 太歲其實是指木星曜的太陽風轉前 所產生的徹底 木星曜的太陽風轉一周 大約需要十二年 古人就以木星運行的軌跡 十二新朝去對應 所以也不需要害怕 因為每一個太歲真的走出來害人 有宗教信仰的人 是可以交託給神 給天父 給耶穌聊天 或者去涉太歲 代替太歲府 如果你沒有宗教背景的話 只要凡事、小心、多做善事 就可以了 屬狗的朋友 還有在2015年 經常都會發脾氣 甚至會有人跟他口覺 不論是認識的人 或者是不認識的人 也好 所以一定要忍的人口 設計力就是和氣身材 以和為貴 即使命是很對的 有時有理說不清的 總之是一言難盡 只可以用平常心的認罪 記得就是去一步海阜天空 無謂小人和自卑去製教 吉星方面就有太陰、唐湖和地帶 太陰是陰的,是指女性 所以屬狗的朋友在2015年 所遇到的貴人 大部分都是女性 再加上唐湖這顆星 只要你在工作上 沒有爭鬥或鬧不和 工作上是主要上風 即使有問題 也有粒地帶精 來幫你解決問題 這顆星對熟狗的朋友 是非常有力氣的 空星方面有歐神、貫索、絞煞、黃斑 歐神和貫索都是一些 做事會劈住、劈住 進去兩難的局面 至於絞煞和黃斑是一些麻煩 通常是殺到埋身 好像是一些草花、爛桃花、 或者是被身邊的朋友滑倒 屬狗的朋友是2015年 由於是非較為多 所以會影響她的植肉 特別是小心腸胃和小化系統 尤其是1958年和1970年屬狗的朋友 特別需要注意的月份 分別有農曆3月、6月、8月和12月 至於有什麼催急避風的方法 和風水報復 詳情可以瀏覽我的官網 先先出發心裏面的心子冷落 又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會提及多些追蹤的資訊 進去 以後祝大家揚言行好運 心想試乘、身體健康、內運滾滾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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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